话说1995年 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布丹乌拉谷 两对美国情侣正在这里游玩的时候 其中一个叫保罗的男子 似乎被冥冥之中的一股神秘声音吸引 不小心掉进一座山洞里面 见到了一尊蜘蛛一样的多臂骷髅 左右各十根手指十条手臂 怕不是某个金刚菩萨作画的肉身舍利 从此保罗就变得木纳痴呆两眼无神 就像丢了魂一样走路都费劲 但是手里仍死死的抓着一只骨笛 我们通常说这种情况就是中邪 凑巧又遇到大雪封山 所以这帮人走又走不了 只能被困在荒郊野领的一处废弃房子里面 等待救援 在恐怖片里面 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他们当然也不例外 第一天保罗的女友艾米心里烦躁 吹响了鼓笛 结果在半夜里 听到隔壁有莫名其妙的脚步声和低语声 第二天 另一对情侣去寻找救援的时候 艾米看见茫茫的大雪里 似乎站着一个一山破烂的黑衣人 急速地向她破来 第三天 艾米开始变得喜怒无常 保罗也离奇消失 三人顺着脚印寻找过去 发现保罗正在悬崖边的桥上 一边打坐 一边吹奏着鼓笛 紧接着 艾米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操控 竟突然拔刀戳向两个同伴 完成双杀之后 自己也生无可恋地跳下了悬崖 只剩下保罗仍面无表情地吹着鼓笛 今天说的这个片子看似诡异 其实说的是 不单藏传佛教的一个作画后的大能 如何跑到美国不死不灭的故事 名字叫做屈翘 屈翘就是前面那个多壁骷髅 他应该已经修炼到了无我无相 五蕴皆空 抛弃肉身 超脱生死的地步 这项长生秘书的名字叫做塔帕 指引为换人 塔帕的繁文原意是指去建造 属于藏传佛教其中一个教义 或者修行课题 记录在西藏生死书里面 换人就是透过强大的意念 去物理化一件幻想中的事物 简单说就是用冥想来造人 比如幻想出一个长着十条手臂的自己 然后将其实体化 就像是二次元文化里的召唤兽 但这种秘书极其危险 据西藏的一些当地传说 换人大概率不会听从创造他的人 甚至会杀死创造者以及其他的生物 西方人对这种秘书也非常感兴趣 还给换人起了个挺斗的名字 叫Empty Man 也就是空心人空壳人 那么大家不妨猜一猜 这个多壁骷髅究竟是什么来头 是不是古人创造的换人呢 后面的故事发生在前面不但游客失踪事件的23年之后 也就是现在 我们的男主是前秘苏里退役警察老瞻 他的老婆孩子两年前死于车祸 而车祸的当天晚上 他正在和邻居一个刚死了老公的女人偷情 假如那天是他开车的话 老婆孩子或许也不会死 所以他一直怀有强烈的负罪感 经常做噩梦 在梦里 他经常会听到低语声 有一个昏暗的房间 一把椅子 还有他死去的妻儿 因此他经常失眠 也一直在服用抗抑郁的药品 今天 他遇到一件稀奇的事 邻居情妇曼妈的女儿阿曼达 突然过来找他聊天 聊的内容有点莫名其妙 说自从他父亲死后 他找到一种禅羞的方法 从悲伤中解脱了出来 就是通过冥想 把脑子里想象的东西具象化 能让他进入禅的境界 非常奇妙 老瞻听的是云山雾罩 还以为这姑娘脑子有问题 结果第二天 他就接到曼妈的电话说 女儿竟突然失踪 有件礼物的镜子上有一句写书 是空壳人让他这么做的 空壳人究竟是谁呢 警察们也过来调查了一番 觉得这姑娘是父亲离家出走 因为阿曼达的手提箱和衣服都不见了 老瞻以前干过警察 其实也心知肚明 像这样有明显离家出走迹象的失踪 警察一般不会浪费时间 所以他只能再捡起老本行 决定帮情妇找回女儿 阿曼达的日记里 写着一句莫名其妙的佛语 说他无处不在 里面还夹着一张祭司学院的传单 传单的背面是一个单词 正是他怕 但老瞻根本不知道他怕是什么 所以只能从阿曼达的朋友们查起 和阿曼达玩的最近的朋友有六个 其中就有这个黑妹 黑妹告诉他 最近学校里流行一个空壳人的都市传说 故事非常怪诞 说假如天黑走到桥上 捡到空瓶子的话 在吹响他的同时 心里默念着空壳人 就能召唤出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东西会在三天之内纠缠着你阴魂不散 直到离奇死去 凑巧两天前的半晚 他们这帮少年路过一座桥 一只手剑捡到个瓶子 为了验证传说是假的 也为了找刺激 所有人都对着瓶子吹了一遍 大家一定忘不了 影边开头保罗吹的那个鼓笛 所以呢 忽然一顶妖风吹了过来 瞧对面的黑暗中 竟传来吹瓶子的回应 甚至有脚步声像鱼垫一样 急速向他们冲来 他们吓得屁滚尿流赶紧逃离了现场 可是从昨天开始 那五个好朋友全都没来上课 老张一听就知道问题出在这里 立刻动身去五个少年的家里寻找 结果发现他们没有一个在家 于是只能到黑妹所说的桥上去碰碰运气 遗憾的是 他看见那个空瓶子 自然是不信邪也吹了一遍 忽然周围的缠鸣鸟叫声全都静止下来 一段低沉的鼓笛声 引导着他来到了桥的下层 结果眼前的一幕让他久久不能平静 那失踪的五个少年居然整整齐齐的吊死在桥梁上 上面还有一段蚊子 是空瓶人让他们这么做的 又是空瓶人 他究竟是谁呢 老张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 与此同时 镜头这边的黑妹也因为吹了瓶子 同样没有逃过空瓶人的魔咒 在他洗澡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衣衫破烂的黑衣人 在他的耳边念念有词 然后黑妹举刀就对自己一顿乱戳 当场喝饭 电影看到这 我们也基本了解了这些人的死因 都是被黑衣人用声音操控意识 从而不自觉的自杀 所以警察们查不出有任何谋杀的痕迹 只是感觉匪夷所思 有谁自杀会把自己的脸捣成蜂窝呢 老张也想不明白 不过他告诉局长 这些自杀案必然都和阿曼达的失踪有关 所以他决定回过头 调查阿曼达热记里那张祭司学院的传单 网上的内容很简单 祭司学院的教义就是纯粹的唯心主义 正在研究藏传佛教的秘法 他怕教成员们如何用意志创造新的肉体 而且网上还有新闻说 这个社团有成员在森林里一次神秘的实验中 离奇死亡 老张查到这里才隐隐猜出 阿曼达似乎是加入了一个邪教 当天半夜他在此失眠 正要抽烟之时 屋子里居然响起了莫名其妙的脚步声和低语声 甚至隔着门缝 就能看到一个人影在屋子里游荡 老张非常害怕 等他终于壮着胆子冲了出去 却发现大门被打开 并没有半个人影 第二天他就直奔祭司学院 想看看这家机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果然门口打坐的标志和阿曼达屋里的一模一样 想要入会的话需要填写调查问卷 上面的问题也很违心 问他意识是不是远超于现实而存在 老张当然不信这些 不过令他惊讶的是 这个机构还有众多的信徒 一个自称为祭司的人正在散播他们的教义 和佛教的空理基本相同 是说一切万法 住相非相 本性都是空 也就是说 世间的一切 包括精神和物质都是空的 正因为这个空 将所有人的意念联系在一起 最终汇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形成空壳人 换句话说 就是把每个人意念创造的换人 合而为一 再简单一点描述 就是空壳人是一种集体意念的表现形式 和信仰一样 信仰对的多了 自然就造出了神 空壳人在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他们口中的神 所以依我看 这家祭司学院应该叫空壳神教 更为贴切 那么问题来了 空壳人究竟是谁造出来的呢 古老的不丹人吗 老单听的是一知半解 差点被洗脑 忘了来时的主要目的是寻找阿曼达 所以他偷偷潜入了这个神教的地下基地 发现这些信徒 要么是在打坐冥想 要么就是在集体吹瓶子 感受空壳人的召唤 他们口中念念有词 相信只要把意念融入空壳人 就可以获得永无止尽的力量 抛弃肉身脱离生死 撬出三界之外 然而很快 老单就被信徒们发现 被赶了出去 不过他的运气不错 一个梳着背头的小伙子A 告诉了他阿曼达的去处 A说他是刚入门的信徒 洗脑并不算严重 只有在梦里听见空壳人低语的召唤 才有资格加入神教的500年计划 阿曼达就有这个资格 所以他们正在南部的一座森林里 集中培训 什么是500年计划呢 很显然 这个神教的最终目的 恐怕是让人的意念与神同在 再活500年 老单听完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十分的疯狂 不过有了这条线索 立刻驱车前往那座森林 森林的小屋在一座湖边 十分的寂静 一个人影也没有 在一个档案柜里 老单发现了阿曼达六个朋友的档案 奇怪的是 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信封 正是他自己的名字 档案里却没有任何信息 难道说他早就被这个邪教给注意了吗 另一间小屋是信徒们的起居室 里面破败不堪 有一只破烂的玩具熊 还有一段诡异的录像 录像的内容是关于如何画出换人 并创造换人 以及群体意念如何创造换人的实验 突然 老单听到外面有叫喊声 赶紧悄悄摸到湖边去查看 结果看到一群黑衣信徒 正围着火堆念念有词 火苗在众人的意念催动之下 越窜越高 直奔天际 突然火光熄灭 黑衣信徒们缓缓地向河边聚集 全都一声不吭地盯着老单 老单后退一步 他们就前进一步 再后退 再前进 老单一看大事不好 被一帮疯子抓住 肯定没好果子吃 立刻撒腿就跑 跳上汽车 这才十分惊险地逃离了现场 回到警局 他就立刻汇报局长 当地的邪教势力十分的猖獗 应当重拳出击 扫清邪教 但是局长非常无奈 因为他拿回来的资料 属于非法获取 不能采取行动 老单很失望 单独面对一个邪教 没有枪自然是不行的 另外 他还得通知曼妈 他女儿加入了邪教 为了安全着想 只能暂时躲起来再说 第二天晚上 老单再次梦见老婆孩子 和那间昏暗的屋子 被惊醒之时 居然看见一个 一扇破烂的黑衣人 伴随着低语声 向他扑了过来 可是眨眼之间 那黑衣人就消失不见 而且门铃突然响起 那个邪教基地的玩具熊 居然出现在门口 他心里发毛 因为那个都市怪谈说 在桥上吹过瓶子的人 三天之内就会被空客人找到 然后离奇死亡 这已经过去了两天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次日一早 老单就蹲守在邪教的门口 尾随教徒A的行踪 并发现 A开车载着几个邪教徒 紧张兮兮地 钻进了一家医院的后门 然后竟然在顶楼的一间 重症监护室里 像一个老头 行三拜九寇大礼 十分的神秘 这个老头又是谁呢 老单当然不肯放过眼前这条线索 等A单独回家 立刻将其绑架 逼他说出老头是谁 以及阿曼达的去处 A只能说出了实情 原来那个老头 就是空客人暂居的肉身 也就是影片开头 23年前 那个在波丹吹鼓笛的保罗 当年他掉进了神洞 就立刻被多避骷髅的灵魂附体 也可以被称之为夺射 后来空客人 就以保罗的身份离开深山老林 来到了繁华的人类世界 从此就像一个无线电台 把自己的意念 像电波一样发射出去 并像病毒一样 感染那些心理负面的人 将其影响发展成为信徒 那个老头 其实就是空客人 连通现实世界的桥梁 至于他的最终目的 A并不知情 因为这个邪教 只教他们无条件的信任空客人 A还说 只要记忆里有创伤 就会被空客人影响 听到他的低语声 然后被控制离奇死亡 老张也的确听到过这种低语声 下一步 他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呢 他的心里开始有点害怕 当晚就再次潜入了祭祀学院 继续寻找阿曼达 在档案室里 他发现了老头保罗的资料 意外的是 里面还加着一份 他自己名字的红色档案 档案里居然有他妻子孩子 发生车祸的新闻 以及他买给儿子的玩具熊照片 和他所有的医疗工作等等信息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里面竟然有一张他裸体的照片 坐在梦里那个昏暗房间的椅子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会被邪教的高层注意 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 完全陌生的屋子里 当然 想要知道全部真相 似乎唯有一个去处 那就是亲口去问邪教的最高层 也就是那个摊在医院里的保罗 医院的定层并没有设防 而且值班的护士似乎非常友好 允许他进门探视 但护士说 这个病人已经躺在那里很多年 目前状况非常不好 基本上随时都会再见 病房里还有一个人 正是失踪了三天的阿曼达 原来他一直在这里贴身照顾老头 老张问他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曼达缓缓地说 空壳人从保罗的躯体到上一次附身 中间隔了有500年 非常虚弱 又发射病毒一样的意念招收信徒 导致这副人类的身体 已经不堪重负 即将崩溃 所以需要不断进食他人的意识来增加实力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高层不得不按照空壳人的指示 用意念造了一具强大的身体供他去世 在尝试了无数的失败之后 终于成功地造出了一具换人 也就是老张 但是当老张真的成为尸体 就会产生独立意识 脱离创造者的掌控 因此他们空壳神教 就编写了老张的人生剧本 让他结婚生子 并偷情害死妻儿 心里产生了裂痕 更利于虚弱的空壳人进行夺赦 有了老张这副强大的躯壳 空壳人才能接受信徒们的信念和信仰之力 变得逐渐强大 将来真正跳出三界之外 也不是难事 而他们这些信徒 将真正实现 他们的意志与神同在 所以老张此时才明白 为什么邪教会有他裸体的照片 会知道他的一切 为什么儿子的玩具熊 会出现在邪教的基地里 又为什么他会一直听到低语声 原来他只不过是一群邪教徒的意念 创造出来的句窍 他此时十分的惊恐 自从一进病房开始 脑子里就被空壳人的声音干扰 那个声音迫切的想要进入他的意识里面 把老张的本体意识驱赶出去 所以他现在的精神非常痛苦 恍然之间 他进入了自己的意识世界 也就是被邪教创造的地方 那个昏暗的摆着椅子的房间 这里既熟悉又陌生 忽然他又看到了山洞里的那具多壁骷髅 骷髅竟然开始移动 瞬间就撕破了意识壁垒 钻进了他的精神世界 正是那个穿着破烂衣衫的空壳人 他迅速扭曲着身体向老张扑了过来 而老张只能撒腿就跑 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 掏出手枪反抗 可是他能抵挡得住古老灵魂的夺射吗 答案是当然不能 空壳人化作一团魔物 钻进了他的身体 老张从此也不再是老张 而是最新一代的空壳人 他面无表情地回到医院 直接带走了保罗 所有医生护士都向他跪了下去 从此之后 他将继续扩大信徒规模 像圈养羊群一样 吸收信徒的意念之力 变得越来越强大 故事到这儿才算结束 总体来说 这片子看起来相当的费劲 对不了解他怕的观众来说 非常不友好 但是相信经过我的解说 大家应该对密宗密书的了解 有所帮助 另外这个片子还告诉我们 一定要真爱生命远离邪教 不然就会像片子里的信徒一样 做了他人的肥羊 还替人数钱 好了今天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直凤君 我们下期再见